我都還沒有問你你煮的這一道菜給誰吃咧 沒有 之後你就死定了 毅仁楊宥寧2020年和老婆Melinda結婚 婚姻生活相當幸福 Melinda日前發文寫下帥哥主廚到我家 夫妻倆可愛鬥嘴也成了網友焦點 我是你得意出手 好 最後給我這樣吃 我都還沒有問你你煮的這一道菜給誰吃咧 沒有 之後你就死定了 好 不用被挑 好 Woooo Let's go 杨宥宁超强厨艺也让艺人修杰凯看了留言直呼帅班 粉丝也纷纷留言夫妻俩实在太可爱啦 我们可以试试大概我们这边有一个奇妙好不好 其實我是很喜歡小孩啦 然後當然我覺得慢慢順其自然 然後就是看後面 我覺得越多越好 蛤? 越多越好 想要幾個? 想要幾個喔? 想要只要我太太答應我都可以啦 他那個就是說一個球隊 我就這麼考慮一下 對 那個橄欖球隊 橄欖球隊 那是什麼是? AACHEL 就是那夫妻的小草家 對 昨天我睡沙發 沒有 他把房門給我鎖起來 養養你嗎? 你難怪會睡沙發 親愛的Mel 從我們剛開始在一起 就必須適應長時間的分隔兩滴 作息的不同 工作領域的不同 朋友關係的不同 那時候我們有很長的時間在拉扯與爭吵 甚至比相愛的時間還要多 聚少離多 我會用筋疲力竭來形容我們當時的關係 可是是為什麼不願意放手 到底是什麼吸引著我 最後我想到的答案 應該就是你的年輕貌美 當然 還有你的可愛善良 你知道我剛才講說 我昨天夢到 我昨天夢到 我跟你吵架 然後吵完 你還去躺在 另外一個男生旁邊看電視這樣 你知道要跟我說什麼嗎? 對啊 你早上起床都不會先抱我 然後我就 哇 哇 我就是剛剛說我應該臉會很尷尬 所以感覺好像第一次見面 對 那我們可以開始拍的嗎?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是? AACHEL 就是那樣夫妻的小草家 Rachel 然後張順 對張順 所以才是正常的夫妻手 好沒了 現在又回歸到 昨天我睡沙發 他把房門給我鎖起來 你們不是已經閉關兩個禮拜了嗎? 那你在幹嘛? 吵架 吵架 睡覺 跟睡沙發 生完小孩睡沙發 睡完沙發生小孩 啊 養養你嗎? 好痛 你難怪會睡沙發 你難怪會睡 現在是一個 努力感攻中的辛勞 我低頭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要充滿期待他寫到三點的 十四 他說有驚喜 有驚喜嗎? 你對我愛的核心 是那麼的輕柔 細膩 還有敏感 你比我更懂得如何去愛 你從來不會在我突如其來的情緒低落時 要跟我講理 你會給我擁抱和安慰 你承接了我所有的情緒 直到我可以真正的安靜 即使我們面臨了衝突 你也是緊抓著我不放 你害怕我離開 因為當你孤單的同時 你知道我也正被黑暗籠罩 最後我想要跟你說的是 雖然我清楚知道在基督裡有永生 但我每天還是忍不住 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 我常常出現好多捨不得 我捨不得我們的每一天 起床跟女兒騎腳踏車 一起看世界 所有所有的快樂 痛苦 傷悲 我們如今二合一體了 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 等我一起再去找我們的天父爸爸好嗎 Love you 可以了嗎 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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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 这个城市困了爱的朱大哥 无论可是你 怕得我好深 受伤 然后 不再相信你那么